再见海沃德 2010年进入联盟 16-17赛季入选全明星 大商之前能飞擅跳的白人帅哥 Golden Hayward正式宣布退役 结束了自己14年的篮球生涯 消息一出 很多网友表示震惊 毕竟这个赛季海沃德场均还能贡献接近10加4加4 特别是在黄蜂时期 场均接近15加5加5 从数据层面来看 即使打不了首发 做一个替补测译完全没问题 海沃德为何突然宣布退役 他究竟还剩多少游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期特别的赛季球员报告 来简单聊聊海沃德的真实水平 是否还有征战联盟的可能 本赛季海沃德的常规赛表现 要分两个时期来看 赛季前半段 海沃德代表黄蜂出战25场 场均14.5分 4.7篮漫 4.6主攻 三项命中率分别是46.8% 3601%和76.5% 回合占有率21.2% 真实命中率54.4% 至于BPM EPM LeBron全部创造生涯最低值 则更多因为自然能力的退化 和球队整体竞争力较弱的原因 光从基础数据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当家 或是球队首发侧异的数据 那么海沃德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呢 我先说结论 黄蜂时期的海沃德 打个替补 问题不大 相比于上个赛季 海沃德整体水平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 他的有无球进攻比重非常均衡 甚至从整个职业生涯的大维度来看 无论是受伤前还是受伤后 海沃德是一个更依赖无球 打出进攻影响力的球员 巅峰时期 他有着水准以上的空切 定点投射和无球让人护水平 他能在进攻端 打进更多的EZ波 从而把体能合理分配到防守端 相反的 在这个赛季 因为三球的受伤 在缺少外线持球人的情况下 海沃德还增加了持球进攻的戏份 跟以前一样 他几乎不怎么面框担打 绝大部分的持球进攻 来源于持球挡拆 海沃德场均4.149挡拆 每回合0.833分 排名联盟终有水平 而他的无球进攻部分 相比上个赛季也差别不大 但看比赛的球迷应该知道 随着年龄和伤病的累积 海沃德在进攻端越来越犹豫 有时候面对错位优势 也会选择传球 而他的长两分和三分效率 下滑也比较严重 现在无法持续在进攻端 做出贡献 更多是靠零敲碎打的 半场阵地战和乱战 提供进攻价值 另外 自从大伤之后 海沃德的防守 呈现断崖式下滑 横移跟不上持球后卫 力量顶不住大体型风险 没有任何换防价值 他的防守多样性和防守难度 早已不能和巅峰时期相比 现代篮球 持球后卫 可以没有防守 持球大合 也可以没有防守 但你作为一个足尺寸 以无球发起 为主要进攻方式的侧翼 不能提供一定的领防 和换防价值 真的很难在联盟中 生存下去 这一点特别像现在的克莱 同为大伤复出 但克莱在进攻段的信心 和实际进攻影响力 远超海沃德 交易至雷霆这件事 彻底改变了 海沃德的职业生涯轨迹 在雷霆的26场比赛 海沃德场均5.3分 2.5来买1.6主动 基础数据和各项命中率 直线下滑 高阶数据更是惨到不忍直视 虽然雷霆队内竞争压力更大 海沃德也不在雷霆 未来发展计划之内 但我们不能说 雷霆没给他机会 在雷霆 海沃德场均有 17.2分钟上场时间 但他好像突然就失去了 竞争的欲望 在场上不敢打 不敢投 26场比赛 没有一场出手超过9次 到了季后赛首轮前三场 他依旧场均有 10分钟上场时间 但当我看到海沃德 第一位面对阿尔瓦拉多 选择传球时 我知道 他的兴器已经没了 之后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海沃德季后赛 打了7场 一分未得 随后被DNP 休赛期 海沃德宣布退役 结束了14年的职业生涯 就目前海沃德 展现出的比赛水平 和气质来看 他也有留在联盟的能力 但可能只能担任 球队第八人 第九人 这样的轮换末端角色 如果队中缺少 闲就断持球手 缺少侧翼 可以考虑海沃德 但对于海沃德 这位职业生涯 几乎作文首发 甚至全明星级别的 球员来说 与其这样苟且的 在联盟中 不如坦荡的 面对自己的下滑 体面的退役 更何况 反复伤病 让他失去了 继续竞争下去的心切 海沃德绝对是个 人生赢家 不光人帅 还多金 也曾是世界上 球技最好的 三十个人之一 职业生涯 有五代 属于自己的签名鞋 且口碑相当不错 家中 还以貌美如花的妻子 和可爱的孩子们 就像他自己的 推运信中所说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 他将花更多时间 陪伴家人 期待新的生活和挑战 在球场上 收获的经验教训 将继续指导 他人生的下一段篇章 让我们祝海沃德 推运生活 一切顺利吧 感谢观看